江湖情奇书画 在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武林世界里 一个名叫李轩的年轻人重申了 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何会重申 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名字 李轩重新踏入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 他发现江湖并不只是传说中的行侠仗义 快意恩仇江湖也有情奇书画柴米油盐 与此同时 他也意识到江湖的风云变幻 不仅是武林那帮人的江湖 就像天下从来不只是朝廷那帮人的天下 起初李轩感到有些迷茫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使命 他并不是来追求权势和名利的 而是要追求内心的平静与自由 他要在江湖中独善其身 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于是李轩开始了自己的修行之路 他不仅学习武艺 还钻研情奇书画 努力提升自己的修养和内涵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找到一种生活的平衡 既能在江湖中自由自在地行走 又能在情奇书画中找到心灵的安宁 在修行的过程中 李轩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一起探讨武学 情奇书画 分享彼此的心得体会 他们一起面对江湖的种种挑战 共同努力 共同成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轩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江湖高手 他不仅在武林中有所建树 还在情奇书画领域有了一定的造诣 他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居庙堂之高并不能庇佑天下 只有处江湖之遥 才能够独善其身 最终 李轩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宿 在江湖中寻得了内心的平静与自由 他明白了 不管深处何的 只要记得自己的名字 保持初心 就能够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江湖情奇书画 讲述了一个重生者 在武林世界中追求内心平静与自由的故事 通过主人公的奋斗历程 展现了一种追求内心和谐与自由的人生态度 以及在江湖情奇书画中寻找生活意义的探索 言之外